謝謝你 好,謝謝你 好,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講一下 其實這標題是他訂的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玩的 其實剛剛有人說我想講的 其實我也可以講 所以我等一下有 有點緊張,幫請標記 然後我想來問一些問題 請問你是第一次來 可以舉手一下嗎 還蠻多的 你是家長 可以舉手一下嗎 好,謝謝大家很多 那以後我想 培養自己的小孩 還有一些就是 我看到好像有些年頭 為什麼不舉手 好,一旁不要想太 好,所以 如果以後啊,以後想可以啊 所以 就是自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就是 我名字要調回來 然後可能你會提到很多 我會叫我HM 都可以啦 然後我的ID就是這 通常在網路上面 如果是一些 比如說Facebook 或是Gmail之類的東西 其實就是 我會是A選調2000 然後寫到Coding的就會是A選調 這樣 然後我現在目前是高一 然後我沒有學校 我是在家自學 然後在寫購之外的話 其實呢 我 我也很喜歡 就是 我也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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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現在 寫的是大概寫305 其實也是 Python寫了305 所以 其實Python是我母語 這樣 所以我今天大家會講 呃 就我 我故事啦 可能有點講的 拜登丟 我故事 然後 就是我 學一些心得 跟 就是一些給新手的建議 還有給 就是 給家長的建議 這樣子 對 我剛要準備這個 好 所以 所以我就先從 故事開始講 我其實一開始 就是從 Scratch開始學 然後 那時候也是參加 就是初期班 然後 嗯 那時候其實 就是一個實驗 實驗性的一個初期班 然後 那你們如果知道Scratch的話 就是 他們就是一個 一個專題 應該是 所謂都知道Scratch的話 就是 它是可以拖 那個 拖一塊一塊的那個計劃 然後可以把它組成一個層次 但可以學習那個 層次很改變 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 繼續跟著那個 跟著那個 實驗 實驗的那個 那個計劃 然後 我就 我會去EAR平台 找EAR平台 到EAR平台 EAR平台 在上課 那它基本上就是 它是一個MOOC的平台 所謂MOOC就是 就是 就是 開放現場課 然後 我就在上面 看一些課程 它基本上是 影片 它是 影片然後 中間可能會參差一些 一些 測驗 就可能是 改年級的測驗 或是寫口測驗 那 所以 因為在 EAR平台上面 就是它大部分都 就叫我派人 所以我就 最會接觸到派人 然後還有就是 我到這邊帶來那個 拍到派跟派康 然後 就是 真是到我 樂圈的 坐在那邊 然後 就是 可以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跟討論 這樣子 然後可以 就是可以認識很多新朋友 還蠻好玩的 我大概 國 國三的時候 就開始常 大概這裡 那 目前的話 就是我現在就是宰家自學 那 就是 我可能 不會講太多 關於宰家自學的東西 如果我想流行更多的話 可以在 私下來找我 然後 我目前的話 就是在 Judacity上面 修一個 Data.x 那個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做解釋 就是 因為它 它是付費的 然後可以拿到證書 所以我想 我拿一下證書 放我之後 我能畢業證書 所以 所以 基本上 就是我目前的現況就是這樣 那 那我 我學習的新得的話 基本上就是 分了兩個部分 當然是 好處跟壞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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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 精心設計 活躍的 然後 嗯 而且 那個 社群非常活躍 就是 有 全台各地都有 一些 拍的聚會 然後 像 這台有拍的 是很棒的 每個月好像 這邊 約會一個 然後 project上一個 然後 兩個 兩個會的聚會 嘛 然後 其他女生都 我不會怎麼講 哈哈 哈哈 對不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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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 拍的職態系統 也是非常 就是 你幾乎想要做什麼東西 幾乎都會幫你 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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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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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 它適合就是小型 可能是你在中間裡面 你可以想要 然後 幹出一些 小 小玩意 然後 也 也適合就是大型 可能是 企業 裡面用的一些 專案 然後 就是 欸 有沒有要做什麼 然後還有 就是很棒的 很棒的 很棒的 台大嗨跟拍卡 好 那 是不是 蛤 沒有 是不是有點勾腿 這樣 開玩笑 好 所以 謝謝謝謝 嗯 就是這樣好處 然後壞錯的話 其實 你也沒什麼壞錯 我放出來 你就知道為什麼 就是 就是 學我家去寫愛語 然後 然後 不是有那個 之前不是有投票 拍燈的話語訊 拍燈的話語訊 怎麼 拍燈寫太少東西 高潮 旁邊的人都學我乖乖的 對 對 有一個學點就是 有時候 我會不太懂 就是 系統體能 的運作 不過這不重要 因為 如果你不是真的要 真的奧華 也不需要學這麼深的東西 好 那 那就是 我心得基本上是這樣 那 對於給新手建議的話 其實 因為我自己是 我一直以來都是 看影片為主 就是 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對 我對聽覺 我對聽覺比較敏感 所以我去學東西的 都通常都是 就是拍影片的形式 然後 所以 一方面也包括 就是對於中文的資源 我也不是很熟 那 就是可以參考 就是 那個 PARA 就是剛剛KID有講 給我提到的 那個 他有整理中文的資源 這樣子 好 那 所以我這邊推薦 就是 Python 一些 目標 那 像 這三個都是 Ubacity的特徵 然後 就是這兩個 是我真的有上 把他上網 上網 上網 然後 就是 這兩個 是我真的有上網 那 這兩個的話 嗯 稍微有點難 然後 可是 這個的話 它有中文字母 對 然後其他的話 像你認識另外一個 也是 就是還蠻有趣的一個特徵 然後他就用Python 然後講一些 嗯 想不想過 BJ的東西 然後 嗯 就是 所以 他是一個印度人教的 就是 腔調沒有那麼重啊 他要一直搖地龜 哈哈 然後 就是 Coursera上面有一個就是 密基根大學的那個 那個 那個科程 對 然後他五成多 然後 嗯 那最近 最近大家如果有關注的話 就是 DataCamp也有試說 那個Python的科程 然後他也有來自台灣整大的 蔡老師 就是 他有 就是 他有 就是 拍的影片 教學影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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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上的建議的話 就是 我大概第一個要講 就是 會卡住是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們大家都會卡住 我一開始也會卡住 或者是卡很多東西都會發很久 那 那 其實 卡住的話就是 當然第一步就是 先去Google解放 然後 或者是去 那個 Python台灣去 可以去發 那個 問題 可以去 問問這些 大家 通常都有大家來回 然後 如果真的想不出來的話 其實 其實可以去想一些別的事情 也是 也是可以 可以幫助 如果大家感覺上那個 Cosera的那個 Learning How to Learn的話 就還給我講到這個東西 好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可能 你可能在學一學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應該要做一點什麼東西吧 我會學完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要學 要寫什麼東西 你就 你就從 你生活中 會做一些 所思 就是一些 你要一直重複計算 可是你又不想計算 你要做很慢的東西 像我 像我 最早 最早幹這種事情 就是活動的時候 活動的時候 活動的時候有那個 回家出現 那種數學獎勵啊 然後他就 他就有實體 看起來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他只是把人物跟那個 數字換掉欸 然後 所以就寫一個Python方圈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把那個數字把它帶進去 然後解答他出來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國中在數學獎勵上面 都沒有算值 就是 然後就是每次多逛逛就是 國內要拿著拍的影響 就是 像 嗯 像我平常也是 可能中午吃飯的時候就會 就會 以前 拿著飯碗 然後看 然後去那個 Youtube上在搜那個 Icon 然後你就會 嘗到什麼 Vlog影響之類的 然後 然後 反正你就可以 聽聽聽看就是 大家都在玩什麼東西 還有就是 你可能 沒有 沒有預期到 Python可以做的事情 對 然後 你就可以去聽聽看就是 大家都用Python在做什麼事情 有什麼 有趣的東西 可以去學習 然後 當然 當然就要參加 台海小拍等等聚會啊 就是 聽不懂沒關係 聽不懂什麼 不重要 就是 拿賽比較重要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剛剛前有講說 會 可以加上媒體建議 這樣子 所以 所以當然就是 其實總共醫學 就是不要搶拖 小孩 其實用比較自然一點的東西 然後 嗯 像 有幾個 很不錯的資源 比如說 像 Code.org 我相信很多人都 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聽過 就是那個 Out of Code 就是你可以 他就有那個 教學 然後你就拉那個 紀錄 然後就會 什麼 什麼 Elsa 會 然後 還有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Google有推出一個 那個 CS First 然後他就有 教一些 CS的東西 然後 CS的概念 然後他就用 各種不同的主題 來引導小孩子 來 那個 學習 然後 那個 那個 那個是英文的 我不知道他做會不會翻證 通文 還是他也有通文 不會覺得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Coding for Fun 打TW 他是 一個台灣的 一個台灣的老師 然後他 就是做 二龍城市教學的 一個老師 然後他有 他有 拍那個 Scratch的影片 Scratch的教學影片 然後 他公開在那個 Coding for Fun上面 然後 然後 就是 我相信 英文是蠻重要的就是 如果 因為小孩子 小孩子的話就是 他們 學新東西快 學新東西快 就是 不用怕去讓他 就是盡量可以讓他 學 英文學的 就是越多越好 那就是 可是也不要教他去 那個 十倍 那個 現在都在教那個 那個 的那種方法 就是 就是 因為比較自然也很好 就是 舉個例子 比如說 就是 你今天買那個 剛剛買來新的電腦 然後就故意把裡面 把系統設成英文 然後他就會去 推論上面那個什麼字 然後他之後就會認識那個字 結果我以前就這樣覺得 好 所以我今天 大概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然後 有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下課 或是 等一下其他再找我 等一下 一點好休息嗎 下一個休息嗎 下一個休息 現在大家有問題可以講 現在大家有問題可以講 有問題都可以 不會 好那我們可以 可以 是 可以 可以 可以